李公農主席 陈育教授 陈育教授 各位委會的貴賓 大家好 數位典堂 數位學習這兩個國家型計畫 是在人文社會科學上 國務會跟中央研究院 台大等等 有七八個典型單位合作的計畫 第二期的計畫 最重要的重題 就是在展現台灣本土的 所有的有關經濟社會 不管是文藝還是體育等等 那今天這個99年的特展 它非常符合這個所謂的 第二期計畫的基本精神 用所謂主題的方式把它抽出來 讓大家能夠了解說在我們台灣這塊土地上 雖然它是寫100年 實際上就是大概在60年的期間 我們打拼的一些成果 那不管是從經濟上剛剛說 因為用歷史的一些早期的 我們所謂行業的地部分 實際上大家都很清楚 我們的經濟在全世界就是奇蹟 那我想這個部分就是 數位典堂 數位學習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說 我們在這塊本土上 能夠把我們過去的所有點點滴滴 用數位的方式 呈現在未來的世界上 不管是將來的我們的史學 或者是將來的史學家 都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 我們在這個上面 雖然只有2300萬的人 因為只有打拼了幾十年 因為在早期的時候 我們都一直是非常的貧窮 或者是說我們比較受壓制 可是現階段的 不管從民主經濟社會 以及教育等等這方面 都可以作為全世界的兩帥 那我想這樣的一個展覽 對於我們國家的一個了解 尤其是假設稍微年紀輕一點的朋友 或者輕一點的學生 它對於我們國家很多的東西 也許在資訊這種暴漲時代 沒有很好的整理的了解的話 可能會有一些不認知的部分 那所以有這樣一個國家型計畫 做這麼完整的一個所謂的展示 或者是所謂的數位點台 對於我們將來的學生 或者是將來的資格 都有很大的幫助 那我今天非常謝謝 這個臺大 臺灣大學都提供這樣的一個場合 也非常謝謝共同主持人 跟這個長校長等等 這個發了非常多的心血 對於我們這樣的一個研究結果 做這樣的一個故事的展示 謝謝